酸痛貼布因為其外用以及方便的特性 常常會讓人忽略它其實也是一種藥品 療效跟口服的消炎止痛藥相同 如果使用過量 可能會造成肝腎的負擔 甚至引起副作用 有些人會在睡覺的時候使用酸痛貼布 像這樣子長時間的使用呢 可能會造成肌膚有敏感的狀況 長出像是尿布疹的過敏反應 有一顆一顆的秋疹 或是濃泡 就是要特別留意的 正確用藥保平安 常備藥品求新安 大家好 我是藥師陳妮安 你知道台灣人超愛用酸痛貼布嗎? 根據復健醫學會的統計 國人平均每個月要用掉6片的貼布 每年的使用量更是高達4億3800萬片 貼了這麼多的貼布 到底是貼對還是貼新安呢? 如果過量的使用酸痛貼布 可能會造成肝腎的負擔 甚至引起副作用 想不到小小的貼布還有這麼大的學問 這集麥德森事務所 讓你從此不再浪費貼布喔 常見的酸痛貼布 我們可以依照成分大致分成三個種類 第一種是含有Dycophenic 像這樣子消炎止痛的藥物 就有消炎跟止痛的效果 適合使用在你的疼痛感比較明顯 或是有發炎狀況的時候 使用之類的貼布 你的緩解效果是比較好的 再來呢是含有辣椒膏的成分 那這個成分呢 它會使你的神經元比較不要那麼敏感 所以會減少你對痛的感覺 敷起來會有一點溫熱感 那我們會建議慢性的酸痛 或是你喜歡有溫熱感覺的人 可以選擇之類的貼布 再來呢是含有 假積水洋酸或是薄荷 那它比較適合使用在即興的扭傷 或是運動傷害 你覺得涼感會比較舒緩的時候 它可以提供短暫清涼的效果 來緩解你的疼痛 像如果你對成分 或者是自身的疼痛狀況 不是非常明確的話呢 建議還是要咨詢 專業的醫師或是藥師喔 使用酸痛貼布前 一定要想約說明書 確認合理的使用劑量 確認一天通常是2到3片 每次使用一片 使用4到6小時後 就建議要取下 有些人會在睡覺的時候 使用酸痛貼布 像這樣子長時間的使用呢 可能會造成肌膚有敏感的狀況 長出像是尿布疹的過敏反應 有一顆一顆的秋疹 或是濃泡 就是要特別留意的 如果兒童要使用酸痛貼布的話 由於他們的肝腎功能發育還未完全 所以建議要選擇成分比較單純的貼布 並且依照體重的比例調整劑量 使用之前 無必要諮詢醫師以及藥師的建議喔 如果有大面積或是多處的酸痛 我們會建議使用口服的止痛藥 或者是將一塊貼布分成多等份 分別的貼在酸痛的部位 並且你要留意每天的使用量 避免肝腎的負擔 那要特別留意的是 貼布它其實也是一種藥品 所以如果你要同時使用口服的止痛藥跟貼布 還是要先諮詢醫師以及藥師的建議 以免成分的重複或是過量喔 很多人把使用酸痛貼布當成一種習慣 時不時就要貼個幾片球心啊 要特別留意的是 如果你使用酸痛貼布超過一周 你的酸痛感仍然沒有消失的話 選一個要儘速就醫 尋求醫師的協助 除此之外 開放性的傷口是不適合使用貼布的 以免造成傷口的感染 如果使用貼布後有過敏的情形 應該立即停用 並且留意會讓你過敏的成分 最後食藥署也曾發文提醒 應該使用印有食藥署和可之藥證字號的貼布 避免使用來度不明的產品 以免對健康造成危害 酸痛貼布因為其外用以及方便的特性 常常會讓人忽略 它其實也是一種藥品 療效跟口服的消炎止痛藥相同 如果使用過量 可能會造成肝腎的負擔 甚至引起副作用 所以各位蜜粉們在選購前 無必要諮詢專業的醫師以及藥師 並且依照精益量使用 千萬不要哪裡痛就貼哪裡 以免造成健康的負擔喔 有些人會在睡覺的時候 我們再重來吃 貼布貼布 喜歡我們的影片請幫我們按個喜歡 訂閱並且開啟小鈴鐺喔